1 1 1 2 4 2 5 5 5 6 7 小幻兒 想不想看我 幻兒 國伯 國伯舞蹈學 我是 生死學系 不是新的手套 用過的 手語歌 手語歌 俗話說得好 日本有感謝祭 那東港有歐一祭 那老妹不就是 娃爾祭 嫩妹就是 開學祭 那是今天的主題嗎 沒錯 今天的主題就是 嫩妹開學祭 就是科興哥怎麼有看沒有懂 可不可以 花個一分鐘 把那個去練一下 我們花了半小時 來表現成他 已經變成一種特色 就是把標題練得有一點 Fish style 其實你也期待對不對 還好 以前 以前大學的科系其實很簡單 大概就是那些 電機系 法律系 一大堆有的沒有那種系 可是現在系不一樣 現在系很特別 你以前什麼系 我是商船系 商業傳播 不就是開船 商業的傳播 商船 商業的傳播系 商船 商船系 零件系 你是侯力系吧 零件系 零件 零件工程 這樣做很 很零件 零件系 零件 零件不能移喔 我就是零件系 零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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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我沒有讀大學 校科科 你也沒讀 我只有高職 我只有高職 畢業而已 我們也一樣 沒有 那麼可憐 這邊有三個沒有 讀過大學的 所以叫隱聚科 科 不過這個沒讀 我奉勸各位朋友們 要念大學 其實沒有念大學 是我們心中的一個 永遠的一個 有點遺憾 你看這個時候音樂就可以了 就在一起報名 對啊 就在一起商量 真的 因為大學其實很有趣 對 而且是一個成長過程 必經的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步驟 感覺很豐富 那種精華的年代 Eason是陽基系 不是啦 我是廣播電視系 廣電系 廣電系 對啊 而且當時是這個 我學校是最熱門的 那個系是最熱門的 你學校是 四星 這四星 四星廣電 你是 你有畢業嗎 有啊 我跟你講 四星廣電系 熱門很久了 請問各位 有沒有知道一些 比較冷門的科系 Eason 比如說 我聽說有一個 那個是那個 併葬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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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在 那個專門在學說 人 往生之後 要幫 李醫師 對 李醫師 這種科系 後來 對 大學有成立這樣 而且 聽說敢去念的 大部分還是 女生比男生還多 哎呦 我知道 因為男生的虧心事做多 對 洛杉磯有一個 蠻屌的 什麼 我之前有聽過 洛杉磯有一個 文理大學 它有這個 比較專業 分得很細的 就是叫 陰莖學系 真的假的 是真的 就老二學系 就是四年在學醫 就是學這個 真的 然後他寫報告 對啊 怎麼 然後都看了自己寫報告 他是文學還是醫 文理大學還是醫學 算醫學 讀醫的嗎 那男生多女生多 女生 我怎麼知道我沒有去讀 沒有follow叫他這個 還有啤酒 發酵學系 我看起來是發酵的 誰敢 不是啦 如果你想要回去大學讀的話 這個科系滿新的 這科系很推薦給你 不是 對 醫區上班長 對 你有聽過嗎 就是 我覺得森林系其實就是 對 森林系 就是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在森林裡面的森林 就是感覺很夢幻 森林系女孩的感覺就是這樣 還有 以前海大不是有輪跡系 輪跡 好像是 後來畢業以後是要去跑船的 對 輪跡系哪裡冷門 輪跡系好像就聽過啊 不是說太冷門 蠻小圈圈 我們說的冷門是說 沒有聽說過 對 但沒有聽說過 因為輪跡系 以前那個什麼 那個海專就有多啦 是是 海專輪跡系很兇的 對 我不能忍 請問什麼 輪跡系大哥 輪跡系統治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來 兩位可以坐 來來來 上學了 上學了 今天呢 今天我們要給各位長知識 有 因為現在的大學 跟我們以前的大學是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給各位猜 猜不到懲罰 就是說這個 猜不到懲罰 這些妹是什麼樣科學 你可不可以不要上課 猜不到懲罰 我是開玩笑的 好 首先歡迎第一位 請聊 好 這個要猜嗎 這個要猜 這手都拿著吧 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舒嬅 大家猜一看 舒嬅 舒嬅 樓下去 舒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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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惟 舒嬅拿著這個東西 代表什麼戲 知道的請舉手 就布袋戲 對 布袋戲 對啊 肯定的 不然應該有更專業的吧 沒有關係 你講 對 應該是 超偶 超偶 是人偶 你會不講 傳統戲劇每次 對 也是傳統戲劇 傳統藝學 傳統戲劇應該在戲劇戲裡面 對不對 靈活戲 靈活戲 很靈活 手指戲 民俗表演 你跟講說 你接話 對 我嚇到 因為剛剛他才詮釋說 這個 這是在戲劇戲裡面 應該在戲劇戲裡 你整個笑什麼笑 沒有 沒有 沒有懲罰 木雕戲 對 這個有創意 木雕 有可能要很精緻的雕那個 人偶 硬講成這樣 應該 全世界應該沒有木雕戲 跟 我覺得跟什麼文化方面有關 請問您是什麼文化 我是 阿姐 台語 有台語戲嗎 你們戲的全名 全名是台灣語文學系 但其實我們上課就是以台語為主 但其實台灣裡面的傳統文化 或者是一些戲曲都有上到 就是屬於台灣的文學系的意思 台灣文化 請問是哪個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 對 教育大學就會讀這一類的東西 而且這個戲很冷門是 它全台灣只有四所大學有 四所大學 有 其實後來我了解 台語 其實有台語的文字 對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像那音 它們可以其實用文字化 那像不像那個 KTV裡面那個 如果是點台語歌 台語歌 對 就是那個 那你有去唱過KTV台語歌嗎 我比較少唱台語歌 我比較少唱 我想說那些字是正確的嗎 那些字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那有考證 還是有根有句的 對 不過今天我們一開始就要長姿勢 他要寫幾個台語的詞彙 讓我們看一看 到底是 到底我們混混 等一下 我跟你講這個你們就丟臉 怎麼了 你台南 我一定都知道 台南是台灣的文化重鎮 沒錯 對 你台中的 沒關係 你哪裡了 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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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不行 沒事 來 首先第一個 讓大家猜猜看 閩南語的這個字 它會是代表什麼 我現在在上課 真的 這個 我好像 也在那個歌裡面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不是眼熟眼熟的感覺 眼熟眼熟 嘻頭 厲害 恭喜答對 嘻頭 我就是來嘻頭的 這是嘻頭啊 嘻頭 我差點講表配 你是 你沒有聽過 嘻頭人 就這個嘻頭 厲害 譬如說嘻頭人 狼的話就是人嗎 人 就是人 不是那個狼 嘻嘻頭狼 還有一個 玩樂界的不知道戚頭 這個就難猜了 可是給我們一點機會 你就把它講蟲巡 這個比較難 這個就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台人 這應該用台語 你先用台語講這個 中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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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頂順 你沒有頂順 雙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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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眼皮叫頂順 頂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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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 還真不知道 你穿個名字叫頂順 我今天才知道 歌頂順 掛頂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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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樣講 我沒有聽過這樣講 這什麼字 這一個 不是 這什麼 這怎麼唸 連唸都不會唸 這個是 這樣寫 是這樣寫 細拿 細拿 這發音超難發的 你寫太快了吧 還沒有討論 細拿 細拿 怎麼寫啊 我可以用細拿爬到 可以這樣講 你是有丹尼公的嗎 丹尼公爬到 那細拿什麼都有 細拿是看到 閃電是看到 我要細拿 對 細拿的啊 細拿不會來 閃電俠叫細拿夾 細拿 細拿夾 閃電俠 真的喔 那也只能這樣放 細拿夾 你剛才我叫細拿夾 你在看細拿夾 但是 細拿夾 還有一個 這個 光看真的都不知道 所以 我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 當然這個字在 中文就有 我們看到這幾個字 是中文沒有的 這個就是台語 台語的 對 南語漢字是這樣 台語漢字 台語漢字 你先用台語念一下 不是 連中文 我都不知道怎麼念 為什麼念台語 我們試一下哪方面 這個很好念 這是那個 這什麼 會 會 對 鳥的嘴 嘴的什麼 他念 水安 口罩 口罩 水安 水安 你不知道 水安 水安 他口罩叫水安 水安 很少聽到 你講口罩怎麼講 我們就講口罩 水安 麻煩 水安 今天這個就厲害 水安 所以你才會有一個笑話 是說有個人到銀行 麻煩你躺口罩一下好不好 要我躺口罩一下 所以 要躺水安 要講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職業病 不是 意思是說 口罩沒有在講台語 一般都是口語 就變國語 麻煩你講口罩 這種有點就像 台灣國語 外來語 對啊 口罩其實就是台語的外來語 OK 你們就是畢業的門檻的時候 是要大甲出巡走 對 要跟著大甲媽祖走九天八夜 是實際從台中走到嘉義再走回來 再走回來 突突 跟著走 對 跟著走 所以接觸我們台灣的文化 對 而且那時候 就常常走到騎水泡 每個人都是腳騎水泡的 我跟你講那天 你穿再厲害的鞋 也是會騎水泡 真的 那沒辦法 因為它一直抹擦 然後我跟妳 就像以前我們當兵有沒有 施對抗 行軍的時候要穿絲襪 要不然會燒當 摩擦 對 你們這些就沒有在戰亂的時候 還是套頭 套頭幹什麼 不要讓他 一隻八隻 白隻 OK 那這樣走了這樣下來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領悟 領悟 我覺得 就是沿途上面遇到的人 都非常的熱情 因為很多人都說去走大甲媽祖 你這樣走九天八夜會不會瘦 因為你都一直在走 但其實那時候 沿途的人名都非常的好 他會一直發食物給你 或是發飲料給你 準備吃的 對 然後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為我從小就 我跟你講 你要改正 不是沿途的人名 沿途的鄉親 對 還是你講多久 阿姨媽祖 阿姨媽祖 因為這個鄉親都會 就是一直給我們食物這樣 是 而且那個吃不完了 對 他很熱情的 然後路邊還有那種車停在那邊 就是你走過去直接喝水 他就擺很多水在那邊 來的都是奉獻的 對 這個就是宗教的力量 厲害 而且我們還有 我有一個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為我從小就住在台中 然後都沒有離開家裡這麼久 是 然後那時候一直離開九天八夜 然後我媽媽 我們那時候走回來 走到彰化的時候 我媽媽就知道我們在彰化 她就特別還開車 就跟著家人 就一起來看我們 她看我們睡到路邊的時候 她就哭了 她就真的很捨不得這樣 睡路邊 我們那時候都睡路邊 真的喔 人在廟裡面睡得難了 因為有一些走得是比較偏僻 對 因為以為下來是我房子 那可以借住 可是有時候走到那種 比較偏偏的地方 就比如想問一下 你有走過嗎 沒有沒有 我朋友也有走過 那你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那你講什麼呢 兩個分享經驗也對嘛 不是啊 朋友的經驗 因為你是台中人 我就會有一個感受就是說 你是不是有去參加過 就是我只有在那個大甲 開始要出去的時候 然後有參與到 我也是 但他們是真的會借 就是借你不認識喔 他也會開放 比如說我家屋頂 你就可以上去 然後在那邊看 看多久都沒關係 就天台這樣 對… 不行啊 人家都走 你還在那邊看人家就會趕你了 對啊 我現在要看多久 大家都已經走了 都到彰化裡 你還在看喔 已經四天了耶 好奇落小不開 那你有演過寡椅 我們有 實際到廟裡面去野台演布袋戲 布袋戲 布袋戲 所以你會 我們不能一直聽她講 對 你用台語自我介紹一下 最起碼 對 對不對 對…門檻 你先別講 我們先請Eason 台語自我介紹 今天 風靜台 你這個 就看 看心來到 看心 你借一個歌星來幹嘛 就一個看心 一個米露 米露 火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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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爐還是肥肌 可以介紹他的 火爐 他真的好破 這台語真的很破 台南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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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今天非常開心 來到國公到三天的節目 歡迎到我們這個米露 來介紹我們學校的 台灣文學文化的部分 非常開心 大家好 我是阿雄 感謝 當上我們期間 來… 大家看 各位 不要看 老兵也是有 老兵 大家好 我… 今天很高興 你是靈酒嗎 真的嗎 很高興 我沒有靈酒 今天這個老叔 老叔 瘦華 瘦華 瘦華來到我們 國公道山 漂亮 漂亮 來 說 讓我們了解 這個 他的好好 是 你叫他 你叫他 太口語了吧 耍尾是 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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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的 一個 少年人 來 給我 來 坐一隻 探一隻 大家好 我現在要打 你會不會怎樣 台語也會通 買湯 買湯 對 現在大家看到 這個演導的少年人 就是 用身帶 本人 剪掉 剪掉 好 好 你說你演過布袋西 布袋西 這樣布袋 對啊 現場演變 好 幾兩三開始 來了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來到國光芳幫忙 看到這個 你不是台語嗎 台語嗎 逃避 對啊 我們中文的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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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 來了 今天很開心來到國光芳幫忙 大家好 我是小化兒 看到這個風光明媚 尤其今天又風和日曆 待會兒就要來見見我的狼君 但見到狼君之前 應該要來樹妝打扮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 很亮麗的頭髮 來順一下我這頭髮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分岔 來看一下滿不滿意 原來他厲害是在舞動 度帶戲 不是太太 等一下就要來見到我的狼君 不過 聽說 最近 農曆七月到了 好可怕 不過狼君 什麼時候要回來陪我呢 狼君 小化兒 狼君 想不想看我那化兒 狼君 別這樣 他好不用扇子 扇你的屁股 對 別這樣 男女瘦瘦瘦瘦瘦瘦 來 你要裝了 昨晚你不是這樣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連 別這樣 你真變態 你在演什麼 白癡 我們國粹布袋戲 原來是金光布袋戲 我們是金變態布袋戲 我覺得這很棒 你可以把這個人偶 就是表演完全就是你 我剛剛以為是你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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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放好 來 交給他們就可以 來 歡迎下一位 歡迎 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 請問 你們覺得它是什麼戲 這可能 跟修車子有關係會不會 修車戲 我覺得它會不會是設計 設計 電機設計有關 設計戲 電機之類的吧 電機 猜不到對不對 請問你什麼戲 未樂戲 什麼 未樂戲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戲 未來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戲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 聽起來很開心 你們是幹什麼的 你們是混的 沒有 未樂戲它主要是分兩個 一個是未來 另外一個是樂活 那未來的話是分 S T E E P的五個面向去做分析 對 那是培養 就是專心 E E P SLEEP S T E E P 它是社會 科技 經濟 政治 樂活帶動 樂活 就是要培養我們身心靈的成長 那會學一些芳療跟經絡的部分 那這個好 這個就好 這很實用 這很實用 這個科技很厲害 這科技掛了未來戲 對 請問可以問事嗎 請問一下 未來 未來 本週是不是 會不會有人這樣的誤會 有 有一次我記得 就是我們幾個好朋友 然後在公園散步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阿伯 然後阿伯就有跟我們聊天 然後那時候聊一聊 就剛好就是問到讀什麼科技 那我們就跟他說 是未樂戲這樣 然後他就以為我們 未來是可以預知未來 就叫我們幫他就是選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未來的樂透 對 也就是太誇張了吧 我們沒有辦法預知未來 但是我們還是就是 隨便選幾個號碼給他 對 就中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阿伯就沒有再出現 已經出國了 因為已經中頭獎出國了 真的 你們有課程叫做未來學 什麼是未來學 學什麼 就是將來再學 現在不學 就是上課 上課 今天不用學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未來學 真的有一門課叫未來學 那時候我記得 老師是從環境的面向去切入 然後有聊到現在的社會 就是二氧化碳變多 這樣有滿少吹冷氣 但是那時候是夏天 我們還是 可是就是剛剛開始上課 還可能沒感覺 那個心情會越上越沉重 因為我們的地球 未來越來越 慘淡 幫我們指點一下 就是這幾位小弟的未來 真的 先指點一下Eason 我未來 好 沒有未來 沒有什麼 你要怎麼指點 他有辦法外來該怎麼做 就是要食指 碰食指 食指 感應一下 一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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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學校有教的 真的假的 怎麼會這樣 那妳食指要長期 那我心裡要想什麼 不用 我已經知道了 妳知道了 就是 妳 未來會更好 但是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方便 什麼部分 哪裡會 妳說小心身體方面 對 身體方面 真的嗎 蠻準的 對 蠻準的 這講得很濃烹 比較好 因為身體感覺 最近肾虧是不是 最近身體感覺很容易 因為一講身體 馬上就 對啊 我就 摸妳的肾的位置 最近常常 莫名其妙會肚子痛 肚子痛 對啊 那肾虧 不是啦 好 那這位 這個恐怖的 恐怖的 那怎麼辦 同一根 對 都是十字 這個是一門客人還是什麼 你滿好笑的 但是要加油 不行 這是純粹你的個人感想 不是 就是說不能大頭陣 我跟你講 這種事情不能講明了 講明了就不行 來 這個 這個其實不用朋友知道 要洗 不是 這個到底 你最近的感情狀況 有一點不太好 哇 超蠢的 真的很蠢 蠢在哪裡 融跳得要命 不要再講表面話了 被講中了 真的喔 你朋友有小王的都不知道 那我沒看 我還是學生的 這個是自己的一個 這是你天生的嗎 還是學來的 感受 學校教來的 學校教來的 加上自己的天賦 這怎麼教 什麼意思 這種事 你真的 怎麼辦 不會 我們走著敲 怎樣 走著敲 走著敲 還在嘴硬 好了 在這邊就宣佈 今天其實就是要宣佈說 楊盛達那個 感情出問題了 棒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怎麼說 你這樣看 這是誰 這樣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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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沒有 人喔 對未來都是有一種彷徨 不確定感 其實他這樣一講完 你看三個心情就怪 對 會有很多問號 就怪怪的 因為他也講一個很大一個 對 我要小心什麼什麼 對 其實呢 有想知道 可是又害怕知道 對不對 對 尷尬 那我也會 他剛剛講你什麼 你很好笑 然後呢 還是要加油 還是要加油 加油 對 不直接的話 有必要做這個嗎 來 下一位 這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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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猜什麼 我猜就是什麼 家一系 護理系 護理系 護理系太熱門了吧 護理系 看護系 看護系 對 逸勝覺得什麼系 復健 復健學科系 不見那一類 不見那一類 台中人 醫療器材系 你們都 你們 不錯喔 但你們忽略一個事情 上面擺一個毛巾 喔 擦澡系 溫泉管理系 溫泉管理 推什麼輪椅啊 會不會是社工 有可能耶 社工 居哥 我剛剛猜了 你猜過 什麼時候猜過的啊 有啊 第一個就 第一個 家庭 我還在講護理嗎 他戴耳氣 我猜過 你幹什麼 請問一下你是什麼科學 我是家庭研究 與兒童發展學系 家庭研究 然後兒童發展 那跟這個 兒童發展學系 我們還可以理解 家庭研究 你研究我家幹什麼 對啊 家庭是什麼意思 就他是跟成人啊 然後家庭 然後老人都有關係 啊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們認為家庭 兒童學系就是 比較兒童 幼兒教育這種 對 但是你們這個還包含了 老人的噪音 就是跟家庭 老人 跟幼兒都 人的一生都有在研究 那夫妻不合也有研究嗎 有 那網站老人都有 他們現在情侶有問題 所以是不管 不只是身體 健康方面 對 還有 互相的關係 有 跟就是 心理 心理都有關係 都有 對 那那個 你們平常不在教室上課 你們在哪裡上課 廟裡 操場 在人家家裡 沒有啊 我們會去跟幼稚園合作 然後呢 會去 裡面跟小朋友玩遊戲 又有教一樣了嘛 那老人怎麼辦 老人是到 老人院 養護中心 對 就是那種關懷老人的地方 就是沒有辦法 老人沒有辦法自己去行動的地方 對 譬如說長照中心那種 對 內室那種 對 他們就是要深入 深入這些場所 他們才知道問題的所在 這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張一東來 有沒有 你要幹嘛 沒有啦 我只是想說 這位遮住他的美腿 我以為妳就要出來坐了耶 沒有 對 妳剛剛應該很錯的 就走回家就坐到上面 OK 我們剛剛說研究家庭 那夫妻之間的事情 你們會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 會 因為本身我也是 爸爸媽媽的孩子嘛 當然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平常如果有吵架的話 我就會 因為我們有教家庭預防的觀點 是 就像有一次我爸爸媽媽 因為晚上吃飯的時候 爸爸叫媽媽去買麵 然後說要湯跟麵分開放 然後媽媽因為東西太多會忘記 然後就買回來之後就是沒有分開 然後爸爸可能 因為那天心情也不是很好 然後就跟媽媽這樣吵架 我在房間聽到 我就出來跟他們講說 你們兩個這樣子 就沒有互相關心到 沒有家庭的觀念在 因為沒有到互相體諒 所以就是才會吵架 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比他們年輕這麼多 都懂得道理 可是他們不知道 對 這個道理 將來你跟你老公的時候 同樣會發生 對 那個時候你就會 可能會忽略說是互相關心 對 這個是旁人看 不過說真的 夫妻吵架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鳥事 真的 都是瑣碎的小事 麵沒有崩開這種 有什麼好吵的 然後甚至於有的是 譬如說你要吃這個 他買回來另外一個 那你就算了 結果沒有什麼好氣的 但就在那個氣頭上的時候 對不對 就會忘記說他曾經 而且他現在 還是你最愛的人 你為什麼要在這個 這個爛事小事上面 去口出惡言 對不對 如果那個時候就想 你今天沒有把麵跟湯分開 我就喜歡這麼頑皮的你 對 情緒很浪漫 是不是 哇塞 那就沒事了 可以這麼冷靜 然後講完 然後我就喜歡這麼頑皮的你 那我出去喝一杯囉 就出去玩了 那多好 你是個很理智的人 算是 算是 那你覺得張立東長得怎麼樣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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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錯 那什麼臉 帥氣 競選模式 對 帥氣的臉 正常一點就好 正常一點啦 你不要不正常 那你覺得Eason算不算 Eason 超可愛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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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當乾兒子 沒有啦 認養 那那個呢 感情出問題的 真的啊 感情出問題的 因為感情出問題 所以一定會有 蒼蒼乾 蒼蒼乾 沒有蒼蒼乾 沒有蒼蒼乾 終點蒼乾 難怪我今天又看你悶悶的 你發自內心了 難怪 三人成虎啊 好可憐 好可憐 那如果這三個約你出去吃飯 你會選擇哪一個 這三個喔 應該張立東吧 為什麼 張立東再來一個臉 臉 那就不要了 那就不要 為什麼他幽默 對 幽默 OK 那現在這個 三個切拳 剪刀 石頭 布 Eason Eason 我們要請一個小弟 坐在輪椅上 我們要示範怎麼照顧跟 插澡 好適合 插澡 插澡 好 來 瘦多慢一點 好 在這裡 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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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全裸嗎還是 不用 Eason Eason 譬如說他現在是老先生 對啊 老先生那我們要幫他插澡 Eason 你要夠老 你要很容易 你要先怎麼照顧他 我們要先去關懷老人他 最近的境況怎麼樣 阿伯最近有好 阿伯 永健喔 骨折 跑到這樣 還說永健 但最近身體還好嗎 最近不太好餓 就是 不好意思 你可以講國語 阿伯算過了 肚子會痛 會痛 對啊 那 要怎麼樣 多吃點東西啊 多吃點東西啊 我們就要看你肚子 對啊 你要看看嗎 這裡的 我不要啊 喔 我不要 我不要 阿伯不要這樣 阿伯不要這樣 到時候 那 有沒有最近發生什麼事情啊 最近就 卡到陰 睡不好啊 安琪晚上睡不好啊 那 你可能就是要自己的心情放輕鬆一點 不要去想那麼多 沒有人陪他睡 可以開始擦了嗎 好 好 我們要先從他的脖子這邊 然後這樣子擦下去 然後 尤其是要擦到四肢的關節處 因為他的關節處會 會激一些 會卡扣 對 會 那邊呢 你要承這個 叫什麼叫啊 擦個關節而已 這樣子擦 擦完之後 然後再擦到後背 擦後背 對 這樣全部都擦過來之後就好 會癢嗎 癢一點 對 還行啊 有調戲啊 很熱 很少看到阿伯跳 擦一擦 還有嗎 沒有 那可能以後就請你就是 要自己把自己的心情放好 對啊 自己要照顧自己好不好 好 有 有接聽啊 好 謝謝 謝謝 來 不過他們這個科技 就跟幼兒戲一樣 還是要愛心 是 對不對 特別是老人 小孩都要耐心才行 是 來 歡迎下一位 歡迎 這個 知道了 職場 為什麼 為什麼是 是化妝品 為什麼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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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檢查 是 來 各位請猜這什麼戲 國術戲 化妝品的 化妝品戲 化妝戲之類的 YES 或者是有做化妝品的戲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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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製作 你是什麼 你差不多 對對對是什麼 因為他戴手套啊 所以他那個有些化學藥劑 對不對 你 對不對 有沒有那種見識相關的 見識科系 對喔 對 見識帶什麼化妝品 不一定要 畫那個的 也許那個會 就是他 他見識之前先化妝 讓你見識一下 美美的 讓你見識一下 對 許哥 可是 因為我們平常看人家化妝 幾乎都沒有戴手套的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 就是那種 剛才有提到的那種 哪一種 哪一種 哪種 哪 你戴手套要 現在戴手套是 要吃手扒雞的意思嗎 不是不是 你們怎麼會就想到 多貼 戴哥 妳的意思是舞蹈劑 對啊 舞蹈劑 舞蹈劑 請問妳什麼 我是 生死學系 善寅 祥間 真的 真的好 而且康哥他不是新的手套 用過的 生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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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三文字 好敢問 生死系是什麼意思 我們主要是在 培養那個 殯葬服務的專業人才 就你講那種 對 李醫師 對 沒錯 李醫師 這是一個專門的科系 對 怎麼去決定要讀這個科系 高中的時候 就是有家人是開殯葬公司的 然後我們從小就是會去接觸 然後就是很好奇這樣子 你不怕 好奇哦 對 這是做功德 然後就會跟他們去檢古 然後也會開玩笑 跟我高中同學說 我想去當道士 然後也沒想到 到後來真的去念了生死學系 對 那上課上什麼呢 我們上課主要就是 我們主要分為 殯葬組跟社工組 我們殯葬的話 就是可能上一些殯葬禮書 因為我們有各種宗教 對 然後悲傷輔導 我們可能要去關懷家屬 對 然後還有整個 殯葬禮的規劃流程 都是我們重要的課程 所以等於是出來以後 你們就是一個很合格的 李醫師 對 然後我們要考取專業證照 就是 李醫師的證照有分什麼 乙疾甲疾這樣嗎 我們最高到乙疾這樣子 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科系 就生死系 就是說有沒有對於這個 死後的態度加以討論 比如說有些人 遇到死亡這兩個字 他很害怕 甚至不能接受 可是有些人認為說 死是另外一個的開始 對 有沒有對這個方面的事情 加以討論 基本上我們 就是會念那個科系的人 對生死都是 非常的開明 而且不會害怕 也沒有什麼任何的機會 看得很淡這樣 對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樣 因為我們從平常就有在接觸 可能接觸大題幫忙化妝 或是穿衣服 所以我們基本上 都是不會害怕的 李醫師看過多少大題 李醫師看公司的量 對 你很開朗啊 對 看公司的量 你講得好像有進貨 這什麼呢 我以輕業績的他們 進貨 我最震撼的時候 就是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同學 就是過世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高中情緒很激動 還聽過世 晚上說什麼要去看他 哇塞 我們就去那個殯儀館 後面的走道 就走去 就是要看他 我的天啊 我真的開眼界 旁邊躺的都是 有的是以前 以前是用一個 好像一個木頭的那個框框 然後上面就是好像紮窗 蚊帳 蚊帳 但是它做成一個罩子這樣 直接就蓋在那個大體上面 然後再往裡面走 就是有冰箱什麼 我還記得同學是冰箱拉出來 然後他就會有一點點 因為在那邊講講話 他就會有一點點 因為溫度熱 你就會覺得他 好像在流汗還是在幹嘛 那一次我滿震撼的 而且那個幾十句 你看過幾句 我看過三十幾句 你贏了 這真的很可怕 可是你們這個是生死系 那這個剛剛我們大部分討論 都是死的部分 對 那生的部分有一些 就生不帶來 因為我 我們主要主動在冰葬的部分 冰葬 還是一死 我也有看過 所以從生走到死 對不對 因為生怎麼討論 你當初是一個蝌蚪 這個事情對別人來說是非常 避諱 對 但其實對你們來講 你們的觀念是什麼 避諱 對 這就是工作 你一定不愛存錢的 我 對啊 你怎麼知道 生不帶來 死不帶來 以前我也有 這樣的觀念 不存錢的一段時間 我不是有一個朋友 年輕出車禍 是 就很年輕的 跟我們差不多 比我大一歲吧 出車禍 很好 前兩天還在那邊講他 過兩天接到消息 是他出車禍 當時我們就 幾個朋友在那邊很沮喪 我們就說 那 誰知道明天會怎樣 我們那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 明天不知道會怎樣的危機感 現在還有這種觀念嗎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覺得要好好活著 而且有後代 因為年輕時候不會怕 年輕時候覺得 那我現在 現在 我 不一樣 是 但是不能這樣想 因為你這樣想其實也是 其實對我們來講 那個時候是一個逃避 對 大家就不想去 承受那麼大的 壓力 你洗過人骨 有啊 為什麼要洗人骨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通過過科惠計畫 然後可能因為是女生 然後又做 就是 檢骨的研究 然後就錄取了 對 然後我就真的去做這個研究 這個洗人骨還要錄取才可以 沒有就是 可是它是研究案 研究案 一個計畫 對 那個計畫是 計畫什麼呢 西洋沿海的檢骨流程 西洋 西洋 西南 西南 西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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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沿海跟江西有什麼關係 江西南 你真的讀過大學嗎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位朋友 對 經常有靈異事件 請問一下 你有遇過靈異事件 有耶 這樣講出來 講出來比方講 就是我們在實習的第一次 在南投 然後半夜的時候 可能會有按鍵 然後他們就打電話說 雅馨現在有按鍵 可能要麻煩你們上來穿衣服這樣子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穿 就是幫王者穿衣服 然後他們王者是冰冰的 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樣 對 然後又有點腫脹 然後他就拿襪子給我穿 然後幫他穿的時候 就很賣力 然後穿不下 因為他跟人的襪子一樣小 然後就很緊張 重點是 但是那個窗戶都沒有開 然後也沒有電風扇 然後就突然那個風 風一來那個 窗簾飄起來了 窗簾飄起來 窗簾 這一層常遇到 那妳當下這是妳的第一次 全身會起雞皮疙瘩 有雞皮疙瘩 好像有 而且會從 然後就濕掉 對 整個背會這樣子涼上來 對 麻掉 麻掉 就背脊發涼這樣子 這是妳第一次就碰到這樣的事 對 然後後來過的那一次 穿衣服都還滿順的 然後也沒有遇過什麼 比較可怕的 妳有講什麼嗎 妳有講什麼忌諱的嗎 還是 沒有 那個時候遇到這種事 一般啦 妳醫師會跟我們講 遇到這種事妳就要講說 不好意思喔 我在幫妳這個喔 那妳也要跟我配合喔 這樣子將來 待會兒看到家人啊 或幹嘛很好看喔 通常妳講完這個講幾次 他就會很勝利 抱歉說我現在要 就是妳要身體要放鬆啊 我現在要幫妳穿襪子 對 啊 啊 啊 她是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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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好大聲喔 她們兩個 我叫死了 我以為什麼東西倒下來了耶 嚇回跳 白癡喔 OK 什麼時候畢業啊 已經畢業兩年了 畢業兩年 那現在再從事這一行 第一份工作是做殯葬業 對 謝謝 來 請坐 辛苦 謝謝妳喔 今天討論這個最重要的 告訴大家 就是說其實現在大學是多元化的 不再像以前只是為了升學 而有的一些 現在好像感覺到就更生活化 對 然後更跟未來的生活會連結在一起 這樣是好的 年輕人可以多各種不同的 學問可以去學習 恭喜那個年輕人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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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